印第格高雄差不多年底就延遇差不多四年 那我们也是蛮可以说是我们也是蛮幸运 就这几年是我们也做得不错 发生不错 我们的曝光在这方面也是带了不少客人进来 那也希望这个也是可以在高雄市场 也是有给物质 不只是在我们的本地客 但是也是外国来出差 物质客出差也好 来玩也好 也是有帮这些客来去认识高雄更多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肺炎有问题 所以变成旅游也是减少了很多 其实看在高雄这个市场 其实蛮多的机会发展 那我们自己的品牌 在洲际高雄也是会在高雄开 所以变成会越来越多国际品牌的幻点的首 因为希望也是可以信到国际品牌的公司也是在高雄云云 那变成在高雄的发展力那边会增加很多 那另外一个想法也是 因为印尼哥的品牌是比较有特色 比较是一个生活感的 那变成也是一个邻居感 所以我们也是在希望在清爵江这一区的时候 也是我们也是这一两年来也是跟市政府去讨论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怎么去发展 把这里的环境调整一下带起来 那变成比较一个更热闹更活泼的商圈的商圈 那我其实非常感谢我这个机会来到高雄也是住了四年 那这四年来我发现就是我有什么困难 我有什么挑战的话 或者我刚来的时候不认得路啊 或者不知道去哪里 大家都很热情的帮助我 包括现在我们现在的状况 在这个肺炎 我也看到我们的员工 他们也是很热情的 很努力的去帮 在运营这方面 有什么要不要可以帮的去继续下去 给最好的服务也好 或者去找最好的方式去运营也好 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去想办法去跟我们接受 包括我们的我们的首客 他们也是不停的来支持我们 所以叫我们去继续努力 他们也是会支持 所以我觉得在高雄这方面 我看的是蛮感动的 那时候我也是看卖的时候 我也是研究过 为什么会先在高雄 不是在其他的城市 又在台湾 那因为我来了 我住了一阵子 我就发现 我知道我觉得 理由就是在这里 因为高雄很热情 也是跟我们的印第各多文化很相当很很很很很严解 变成是因为我们要给一个福利的服务的给客户是一个很有邻居感的一个方式 那变成如果高雄是自然的很热情的话 变成在这一方面的服务 我们给的服务也是很舒服 所以变成如果我们在这里第一间开的话 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很轻松的感觉 就是他们一过来 他们就觉得 我回到我的老朋友家也好 或者我来到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 177M8 这个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从这里开始 去慢慢去 去别的城市 会比较一个好的一个 曝光雲吧 有一个机会去 去分享更多我们的 印第各的服务文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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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